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 李乡一家的伙食费是相当高昂的 一个月有吃饭之多 估计普通人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吧 看看平时李乡一家的伙食 那简直必须要用土豪来称呼呢 顶级的海鲜 高涨的肉食 南北大菜不仅数量多 而且品质还好 只是季祖期间的中途 李乡 王耀伦 还有王世玲在老家的饭桌上用了这么一餐 整个用餐过程中 王耀伦吃的不亦乐乎 李乡倒是没什么食欲 抱着王世玲来回溜达 甚至就算坐在桌子上 也没有拿起筷子要吃饭的欲望 只不过最后吃没吃 那就不晓得了 不过从网友拍摄的整段视频中看 李乡是没弄筷子 而在其组完毕后 李乡带着王耀伦和女儿跑到迪拜度假去了 只是如果大家也有李乡的那种经济条件的话 这些粗杂蛋饭 大家还看得上眼吗